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先講一下教育的問題 話說全國政協副主席 國家副國級的領導人 董建華先生 最近發表了一番委論 這個委論就說 香港的年輕人 他們越來越激進 衝擊、遊行、示威、集會 其實受到通識教育的影響 結果建制派梁美芬等人 加以附和 但是董建華可能年紀太大 他又忘記了通識教育 在他治下的時期 推出了一個重要的教育改革 而港澳研究會 其實是發表了一篇論文 港澳研究會是來自港澳辦 下面的一個期刊 一本叫港澳研究 其實傳媒有很多引用 2015年證明 通識教育並不能夠 引起到學生在對政治上的偏愛 或者他們的立場 其實建制派內部的研究 已經有如此結論了 所以董建華今次說這番話出來 實在是令人發笑的 但是 我就必須要補充一點了 傳媒已經廣泛報導了 我又不需要說 我必須要指出一個很基礎的事實 這個很基礎的事實 我引致港大民調 大家可以一起看看 根據港大民研最後一次的定期研究結果 調查結果 林鄭月娥的最新評分為32.8分 較兩個星期前急跌10.5分 其支持率為23% 反對率為67% 深入分析顯示 市民的年紀越輕 和學歷越高 越反對林鄭月娥出任特首 給予較低的評分 與歷任特首的比較 林鄭月娥的評分是歷來最低的 其民望的淨值是自2017年6月以內最低的 這裡顯示了一個事實 學歷越高的人 是越反對林鄭月娥 第二就是 年紀越輕的人 越反對林鄭月娥 比例越大 這個很容易理解而已 年紀輕的人往往就希望追求多一點進步 多一點的變革 多一點的發展 年紀越大的人 就往往追求多一點的穩定 多一些的不變 多一些既得的利益 所以年紀 是決定了很多時候的立場的 但是第二點就是學歷了 學歷越高的人 是越難忍受一些誠信的問題 越南是忍受一些謊言 越南是忍受一些政策的失誤 但是沒有追究後果的 譬如說 梁振英的UGL事件 明明就是很多證據矛頭指向他 但是結果可以是完全沒事的 反而曾蔭權就是受了多年的牢獄之苦 政府又說 譬如港鐵的事件 短庄的行為 明明是超然若揭的了 但是呢 政府和港鐵一再為短庄互航 很多就說意圖隱瞞 這些情況下 令到越高學歷的市民 越不能忍受 情況其實如同特朗普的支持者 特朗普的支持者 往往是要傾向以下幾種特徵的 第一,白人為主 男性為主 學歷低的技術 低的人為主 相反的 就是支持民主黨 往往就是 學歷比較高一點 性別多元一點 種族多元一點的情況下 其實呢 香港的建制派 和美國特朗普的支持者 往往是很接近的社會結構模式 就是以學歷低 技術低 以及這個 知識水平低為主導 當然了 他很極端 另外一批就是 可能很高學歷 資本額很大的人 都會支持建制 但是當然在社會結構上的比例 這些人往往是佔幾個百分比 很少 因為他們的利益是最多的 利益最多的人 當然是支持在現有制度的情況下 不變 對他們來說是最大的好處的 所以呢 研究的顯示 學歷是和支持或者反對政府 是成為一個很直接掛勾的比例關係的 所以與其董建華說是通識教育 搞得人們很激進 廣澳研究會的研究告訴你已經沒有關係了 但是我就要清楚指出 這個說法是必須修正的 應該是說 隨著香港的教育水平越提升 反政府的人士的比例越來越高 這件事情是無可置疑的 所以 歸咎通識 不如歸咎香港的普及教育 普及教育的情況下 必然會導致如是結果 而且我們的普及教育是追求獨立思考的能力 當一個人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看到資料多 對建制的起戶度自然就會產生出來 所以我最近拍很多視頻 有些人就說你這樣有立場偏頗 這個就不是立場的問題了 這個稍有獨立思考能力 自由的精神的人 就容易得出相類似的結果 所以 立場可以有不同 但是問題是一些人而禮至信的事情 就必然是 就算不是讀書人 明示你的人 也應該要堅持 但是如果你堅持這些人而禮至信的事情 你對建制的過去的所作所為 自然就會產生很大的反感了 所以 預期是要攻擊通識教育 不如 就是考慮兩種做法而已 要麼就是取消普及教育 第二種就加入好像內地那種 施政科的教育 是不是? 在內地的大學 必修以下幾科施政科 第一 就是馬克思主義概論 毛澤東思想概論 那麼這個 就是 中國近代史 就是必修以下以上的幾科 而中國近代史就是 山折版的近代史 內容跟我們所了解的中國近代史 當然是不一樣的 在這種情況下 那些人長期受到這些 既有強烈的 主觀色彩的教育 分途之下 才會對政治有保守的 相反如果不是一種既有固定立場的教育 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因為通識科要求引渡學生有獨立思考 正反論正 在這種情況下 自然對建制就是一種反感 這種是難以避免的 但是當然其實呢 我自己是反對中學推行通識教育很多年了 因為 當然不是從政治原因 從這個結構原因 通識教育我認為也不應該存在 因為 首先什麼叫通識 就是每一種東西都有一些知識 就是對社會問題有了解 對科學 對環保 這些議題都有了解 但是問題是一個中學老師 他有沒有能力去處理這件事情呢? 因為涉及的議題之廣 討論的深入 就不是一個中學老師能夠做到的 真正的通識科 就應該每一個學科 他成立一些專題講座出來 然後要求學生去上不同的學科 因為譬如說你上物理科 那物理老師當然是教他自己懂的東西 那物理也可以有通識的 是不是? 化學也可以有通識的 醫學也有通識的 每一個學生去上那個老師 所撥出來的一些通識 的時間 因為文科的人修理科 未必聽得懂 如果他用一個通識科普的方法 解釋科學 那麼我們文科也聽得懂 同樣道理 理科學生聽中史、西史 未必聽得懂 那麼我們可以中史老師 西史老師又介紹一些時間出來 用通俗的方法 講故事的方法 講一下歷史知識 那麼這些才是真真正正的通識 而強行成立一個科 找一些不是專門的人 去教一些他不是專門認識的知識 結果是開玩笑的 所以這個我就是反對多年的 好了 第二個問題要講了 就是曾鈺成 我昨天引述了北大張千帆教授的最新評論 他認為香港的問題就在於管 那麼這個呢 我下一段影片會深入一點講 今天就集中講曾鈺成和張千帆 都同樣得到一個結論 結論就是 重啟政改 才能夠疏到今天年輕人的問題 今天年輕人的出路呢 為什麼會感到絕望呢? 就是由於政府由少數人把持 而少數人所顧及的利益 是顧及少數人的利益 他跟大多數人走向對立面 所以如果你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你都會明白到年輕人 是發覺 因為 政府所做的事情 往往就是跟市民對著講的嘛 建制派所講的事情就是 站在人民的對面嘛 所以呢 就是這樣子的絕望 而無能力去改變這個結構 所以重啟政改 是唯一可以疏到香港社會問題的方法 但是當然了 在北京的角度來講 重啟政改 如果一旦是答應了香港人 是落實《中英聯合聲明》 以及《基本法》所講的事情 要有一個普及而公平的選舉 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 那就是等於 任由香港人去掌握香港的內地事務 實踐他當年的樂言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就會覺得他失去了他的權力 是不是? 對於專制集團來講 權力越大永遠是越好的嘛 要他放棄一些權力 其實就是與虎謀疲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當然香港是繼續沒有出路的 繼續沒有出路 哪裏有壓迫 哪裏有反抗 那麼香港今天就有很多的反抗 其實內地不斷都有了 我們最近看過新聞了 是不是? 在武漢 就是有成千上萬的市民 在街頭上就因為環保的議題 而反抗 其實哪裡都有 問題就是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 我們是會吸引到國際的關注 我們是一個國際的城市 我們是一個新聞的自由 大家是能夠討論 而在內地發生這些事情呢 就是在微信各方面 報章是不會報導的 微信朋友圈是會被消失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才… 就是你會覺得香港很亂 大陸很穩定 事實是不是如此呢? 有獨立思考的能力的人 必然有他的答案的 那麼最後就是 就是有一些人就說 我們這些在這裡有既定立場的 偏頗不中立 就是其實他們背後呢 反過來是他們有既定的立場 他們有既定的思維模式 只要你說的話 他們是一旦不同意的 他們就會指責你偏頗 指責你不中立 到底是哪一個不中立呢? 哪一個偏頗呢? 那麼這件事情是名其父 我們有獨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那麼這個大家留待 大家去判斷 今天講到這裡 最後就要呼籲一下 大家繼續… 很多朋友近年 一支持我這個YouTube Channel 的發展 那麼也很多人約了我見面 我今天剛剛跟了正生書院的 陳少卓校長 是三個小時的長談 從香港的教育 大家對教育的理念 對子女的教育 對香港各種的問題 都有一個深入的討論 那麼我也希望以後呢 繼續跟陳校長學習 或者有機會我會在正生書院 或者各方面 看看能不能做一些義工 那麼也呼籲大家一起關注一下香港青少年的問題 那麼… 下次我就會詳細說這個問題 今天講到這裡 請大家訂閱我這個YouTube Channel 以訂閱的朋友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還有我還有一個收費平台 Press Pay 在下面的info裡面你會看到的 每個月以120塊台幣 30元的港幣 就可以支持我這個YouTube Channel 繼續經營下去 拜拜